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与黑的组合 多经典 对 我注意到Terry今天穿的特别的casual 这是不是也很符合你们UTSC的风格 因为我听说UTSC是个特别娱乐的学校 对 我们就是会跟学生 我们是UTSC CUA就是一个中国大学生联合观 就是只是大学生 大学生都比较活泼嘛 就一些活动什么的都比较贴近 对 你看上一期我们请到的是那个UTSC的那个CUA的主席 就James 估计你们也认识是吧 那James又穿的特别正式 像我今天这样 就一本正经的 他虽然是一个很不正经的人 但穿的特别正经 是不是两个学校是不是都代表都不一样 你是运动风 像我就是比较正经的人 但是我穿着就不正经 他是不正经的人 穿着就是比较正经 行了 对啊 就是我们刚才面也提到了 这情人节刚过 你这情人节是怎么过的呢 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来说一说 其实我是和五个基友一块过的 怎么能跟五个基友一起过 这么好的时光 对啊 这么好的时光 真是激情四射的年代 对啊 早知道打电话给我了 全国主旋律 我今天腰酸背疼 早知道应该打电话给我了 天哪 你们干了什么 没有 其实我那天挺无聊的 其实好像你们学生会 有时候会经常举办一些 就像那种类似情人节啊 都比较适合情人节 对啊 联姻的活动啊 是的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年情人节的话 可能就是大家考试比较多 大家就比较忙 对 正好凑在midterm这周了 去年七七节大家还有印象吗 大家八月还是九月的样子 然后刚一开学的时候 大家都比较闲 然后我们CUE UTSC 就举办了一个活动 就是说大家一块帮就是 要么就是帮男生 给我们发邮件 我们帮他表白 就一大堆人 就像那种 孝心非诚勿扰 对 对 对 是 就有些男生比较害羞 你们就做了这个 对 对 对 我们T恤也会唱歌 然后我们还会准备 我们准备玫瑰花什么的 然后一大堆人 好浪嘛 全是你们准备 哇 这个给那个男方 省了一大笔哦 没有 男方会给我们 钻记你们怎么准备啊 那你们以后可以就 做个副业 做个什么婚礼策划团队 就是我们活动部 比较有idea 就能想到 其实我觉得真的可以 如果下次你要求婚 或者是你要去忙碗 或者是安排一下 你们已经是男女朋友关系了 然后就搞一下小浪漫 这就不别乱说啊 虽然我有那贼心 还没那贼胆呢 我觉得真的是 我觉得你们那个活动 举办得非常好 就有时候你们UTFO 会不会有什么 UTSC 我什么UTFO啊 我说这哪 那些别了都 对啊 我觉得你们学校 有时候那个学生会啊 他们会有 就是别的一些活动 就是 CUA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学生会 他好像有一个十年 对对对 我们 对不对 十年了 都十年了 对啊 我听说 对你告诉我 你真的是CUA来的吗 十年了 现在你身份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是UFO来的 就是UFO来撞UFO 我们很多大活动都是 我们开始举办的 就比如每次Final Midterm 之前的Review Session 这个很有用 对 我们想到的 然后是我们的idea 然后包括滑雪 去蓝山滑雪 Rading Week 包括去沙滩 Ramay Beach 然后我们很多事情 但是说实话 我们不是十年了吗 去年的我们有那个十年周庆 我们就去邮轮 是我们的idea 就是我们一块想到的 就你们之前有一个邮轮的那个idea 对对对 然后我们一有idea 然后就po出来 然后我们sponsor开始拉赞助干嘛的 然后开卖票 对对对 哇 其实我觉得以后 中间那些还有些小波折 对对 小波折 大家都懂的 观众朋友们也想知道 就去什么人人啊 翻一翻那个主页 然后就能了解一下 这事情的真相 不过举办的还蛮成功的 所以还是很好 我听到一头雾水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什么 那个算了 这甭提了吧 行吧 过去的算了 不过希望 私下我告诉你 好吧 那希望你下次能够举办一个 更大的邮轮 或者是UFO 关注我们主页 对 下次你可以考虑一下 在飞碟上办一个什么 20周年 或者什么30周年的晚会 关注我们主页 到时候有机会还可以去给你 CVA UTSC 我是主页君 你好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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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把我当什么了 这怎么回事 下次回去我也给你加一个主页君 你就可以发发信息什么的 我这有一个美女坐中间的 这让你们俩基友在这儿激情私舍的 不行了都 对啊 这激情私舍先是这年头的主旋律 受不了了 哎 其实我跟你讲啊 我之前就在私下给他 跟他说了话话 然后呢 聊一聊 就觉得他好像对我们这个父子 这个电影挺关注的 是吧 哎呦 今天这父子的 女主角在这儿呢 哎呀 我还没说呢 这么激动干嘛 对啊 因为我俩不是那个 就是挺好的吗 你知道的哈 哎呦 是不是又得送签名了 哎 没有了 不用了 其实我来的目的不是说什么形象什么 就是为了来的要签名的 哎呦 别这样 其实我知道 他 他 我跟你讲 哎 别这样 他私下在害羞吧 其实我知道 他为了看这个父子这个电影 其实有一些就是自身的一些感触了 感同生受是吧 对啊 就有一些可能不一样 那么你和你的爸爸是怎么样的 是这样的 就是父子这个电影说的 就是说一个一个一国之间的一个父子 对 新移民 对 是 然后我小时候呢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我爸爸是从农村自己干出来的 然后 很了不起 对 就是 所以说我也在县城生活过 然后也在 我是来自西安的 我也在西安市生活过 然后现在又来到这边 就相当是一波三折的感觉 所以自己的一些感触也是有的 所以说 就是说 比如说我爸爸小时候 从农村干出来的时候 他经常会跟我说这些事情 我也觉得就是感触蛮多的 所以 对 所以我觉得你爸是 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从白手起家 一点点通过自己的打拼 然后走到 有了今天的以上的一个成就 说实话 就是说我爸小时候 因为我爸有四个兄弟姐妹 然后 我爸爸是 其实算是最努力的一个 然后小时候的时候 我奶奶爷爷不会管你们的学习 对 靠自觉 是 所以我爸爸一直就想出农村 然后我爸开始说想当个军人 因为当时很多男生的梦想就是当军人 对对 然后他想去当军人的时候 就是因为有另外一个人跟他竞争 那个当兵 当时还要竞争 然后那个人就给了别人一个 给了那个军官一盒酥 就是当时是两毛钱一盒酥 怎么这样 对 对我爸爸就给了喝酥 你年时候就开始留学 对呀 给了喝酥 现在就没有当军人 所以我爸爸其实我觉得我爸爸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你爸爸上次就应该就从农村给他扛袋大米 你来松 我来米 我来凉 对吧 爸爸其实还真的是 买实在一个人 对 如果他能干这种事情 他能干好 如果他当时当了军人 我觉得他现在也应该当得很不错 对 只要你够努力 就是不管在任何一个领域 你都可以做出一番成就 在当时现场 在西安市 或者在多伦多 我觉得只要我努力也是能 对 你看你已经进了这个UTSC 也算是世界顶尖名校 是吧 没错 像你爸爸好好学习学习 然后未来一定会有份大作为的 是的 别再说这客道话了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你未来会有大作为 其实你知道我一直想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 幸好你爸没当军官 当军官的话你就不坐在这了 对吧 你坐这你就变成高富帅了 你高富帅的话 那说不定我们俩又在别的场合遇见了 你看我们俩这看的重点果然不一样 他这说话当中 第一是提到他爸我觉得特别敬佩 对 第二方面他提到这西安爸 我又想到西安吃的了 那西安什么粉质肉啊 然后什么羊肉泡馍 我跟你讲不要回老乡了行吗 我还没说我在吃辣的 吃不着呢在这外地 不过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因为你爸爸那个 还是给你有一定的遗传的 对吧 对 给你做了个很好的榜样在前面 对啊 加油 我觉得如果他要当主席 如果啊 如果今后有这个可能的话 他当上主席了 对吧 他还是有这个 因为他爸爸这个遗传嘛 对 他还是会不会管东管西 你做这个你做那个 他可能还是不习惯 可能还是说 还是让我亲自去做吧 还是很踏实的一个去做事 对 就是说 我也是有这个意愿去做 继续我在CV做下去 但是说实话就是说 以前做assistant的时候 就是我已经开始做director的事情了 就是我的两个director 就已经不太做事情 然后我就是开会啊 包括干什么 就只有我一个assistant 然后我当然觉得就是说 我既然要当这个director 我觉得其实应该跟我做assistant的时候 做的事情差不多了 觉得也没有太大必要 我当时还犹豫了很久 我妈妈说你既然做 你就可以继续做下去 对 就是已经把那件事做到最好 对 然后我做完这一年 差不多就快结束了 我觉得真的是 当时的想法还是不太OK的 就是说现在觉得 做下一年 跟刚时做assistant的时候 想法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 其实我觉得你们这个 还是得你看 你做了一个更高的位置吧 你还是得 因为什么东西都从低做起嘛 对不对 你还是可能就是会 我觉得以前那些 就假如他们不干活的 或者是写日志的 他们不写的 我来帮你写 对不对 我就是这样的人 对不对 你写的太短了 我能写一千字的 我来帮你写 怎么样我还要回复 怎么样有些话我还不能说 然后要跟大家商量 然后才回复 你就是得干体力活的料 你看为啥他不穿成你这么正式吧 我跟你讲 人家得干体力活 你看他穿着 对呀穿着容易活动 你知道吧 其实我真的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你们这个学校就是学生会 我多想进学生会啊 你这天师地利人和一姐 一姐都不进学生会谁敢进啊 你放站在那说我 你想我走是吧 我走了 好笑 再一姐 二哥 我签名还没给我呢 我受不了了 既然我们是采访他 不是采访我 下期给你机会 再度采访我吧 下期咱们来做个专访 其实我觉得Terry 我觉得你们下次真的可以再办一些像刘伦这种活动 我觉得 对对对 我们还会有更多的idea 就是 记得给我们票 因为我知道票很难抢的 是是是 一定会记得 下次的话我肯定会找你的 作为市场部 票在我手 对啊 还有精心策划的一些东西 我们又又又又不好做 后门的事我们私下再说 对有一些朋友在电视机前看到的话 票在我手的全部来联系他了 就不要听到 我们会冰冰冰全给他钉掉的 而且那电话号码要不要留一个 到时候要票的时候 全部打开着电话 嗨嗨在哪儿 情人节都过不安宁 对 多惨 今天这个时间有限 我们就先聊到这么多 很高兴能跟你来到做客我们的节目 下次记得也穿这样来 下次记得带女朋友一起上节目 好 下次记得 机友也可以了 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也要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